6月24日下午,两名常驻江苏省苏州市的日本公民逾袭 一名中国公民同时受伤 伤者第一时间被送医并得到及时救治 目前两名日本公民均没有生命危险 受伤的中国公民仍在抢救中 凶手已经被当场抓获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我们对发生这样的事情表示遗憾 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